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3月8号 那么昨天下午有很多朋友都在转发一则新闻 是3月2号的新闻 说是山镇东莞 中山 广州四地交警 护送一个活体的肝脏顺利登基 然后问我老王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其实这种事啊你往小了看就是又挖了一个人矿嘛 然后郑州呢一定是又给一个老干部延寿了十年甚至二十年 为啥说是老干部啊 其实这种新闻你要是深挖的话挺有意思的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患者 不可能京东四地的交警去护送 争分夺秒抢这个时间 另外一个这种新闻能够发出来 到底是干嘛呢 是这四地的交警在献媚在邀功 明白吧 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啊 这四地的交警或者是广东省交通厅的某个领导 也会在出公差的时候啊 到郑州啊 正好赶上那位老干部康复出院 然后呢 顺便去看一眼老领导 对吧 买点吃的喝的啊 去慰问一下 哎就够了 那么在这个登门邀功的同时 或者在这个期间吧 就不可能用自己的嘴去说 老领导你看当时你这个杆啊 刚尬下来 刚发出来 哎呀我这就怎么怎么操作 就节省了多少多少时间 不能自己说 这是中国观察的规矩 玩法 哎一定是先把这个新闻发出来 你这个杆只要到位了 那个老干部只要是手术成功了 就能看到这个东西 明白吧 啊小李干的不错 啊心里有个念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李同志来郑州出差的时候 来探望自己的时候 啊那要见一见呢 哎呀小童子真不错呀 亏了你还记着我这个老头子啊 对吧 哎那么这个就是给自己的仕途啊 再增加一点政治资本啊 你说增加这个政治资本 自己又不掏一毛钱 对吧 用的全是公权力 一路绿灯 我相信这个新闻的背后 不光是深圳东莞中山广州 四地的交警活生 等这个杆 这块小心杆到了郑州之后 还有一群人在机场等着 一路绿灯 封城封路 对吧 必须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颗新鲜的还活着 还冒着热气的杆 送到老领导的枪子里 是吧 这个才是对于这一类新闻啊 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解读 老王解读这类新闻啊 一门铃是吧 啥都能想出来 当然另外一个新闻 是我真没想到的啊 真没想到 是关于人矿催生计划 那么这个新 新生儿催生计划 在 明前年后的时候 老王聊起来 说是这一定是 本届大会的一个 主要的决策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弘扬什么民族传统文化啊 发扬中医药振兴中医药 对吧 那么我也想到了 他会用一些手段 或者咱们尝试去思考他的手段啊 就是中国式自愿嘛 用各种方式掐你的软肋 用各种办法去逼你自愿生 对吧 你看什么登记的时候 交押金啊 不生三个不退钱啊 对吧 捆绑房地产 你如果不生三个孩子 那么你父母死了之后 这个遗产 房产是转不到你名下的 没办法过户的 甚至咱都想到了 说是把双方父母的医保 社保啊 全都给你捆进来 包括把你的 这个适龄的种人 对吧 还有生育能力的人 只要你不生三胎 那么你就是适龄种人 把你的工作 把你一胎二胎的这个孩子的入学呀 什么工作参军 大入党啊 等等吧 全都绑进来 哎 然后逼你生三个 但是这么想 可能都已经是很邪恶了 是吧 我叫什么 不令以最大的恶去揣测他们 但是呢 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后 我发现 哎呀 我还是幼稚了 啊 他们已经邪恶到了 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明白吧 哎 我们是被善良限制了想象力 在大会期间 啊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心主任 叫贺丹啊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啊 让他名流轻视 提了一个建议 说是要将大学生 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 完善在校大学生的生育服务 促进教育制度 与婚育政策的衔接 可以为在校怀孕的这个学生啊 提供夫妻间 还可以为在校怀孕的学生免费提供婴儿奶粉 甚至保姆高中生一胎可以免试本科高中生二胎本朔联读大学生生一胎保送读研大学生生二胎可以留校任教啊 用这类的手段和方法来刺激学生交配瞎子 哎够狠了吧 你们谁想到这了 谁能想到这 这他妈的不叫反智 这叫反人类啊 对吧 真是拿人没当人啊 哎呀 都不是人矿了 都不如个畜生活的 是吧 家里边的畜生还得琢磨琢磨 今天这老这老母猪已经下了三窝盖了 对吧 这个老母猪已经下了两个字了 不能再下了 让牛歇歇吧 折瘦啊 但是呢 哎 贺丹啊 政协委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 竟然能够想到这么绝户的主意或者提案 不让你生的时候 你敢生就八方牵牛 直接一尸两命 是吧 让你生的时候 你看不住啊 你管不住啊 不生也得生 是吧 咱们之前想开玩笑一下 说什么流产 严禁非法流产 严禁非法销售避孕设施 是吧 避孕器械 严打这个 使用避孕药物的违法行为 这个都是玩笑一样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我发现 不是玩笑 有可能老邦把一切都猜准了 只不过是猜中了个开头 没猜中到他们能够用这么邪恶的手段 能够想到这么绝户的方法 哎 我还是幼稚了 当然 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啊 是很多医生啊 都在吐槽 因为我跟医生这个圈子啊 熟人比较多 那么闲聊就是说 很多医院里边的进口药物 特别是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 都断货了 或者很紧张 甚至 长辈的药物 就阿托品啊 在整个浙江福建 还有哪来着 都已经是处于断货的状态 那么以前啊 在就是19年甚至20年之前吧 这个阿托品也就是58块钱一盒 现在涨到多少呢 218一盒 而且还是买不到的状态 明白吧 有价无市 他们问我 或者把这个事发给我的原因 也是像第一个事那一样 老王你怎么看啊 是吧 以前他们特别烦我 你这个太极端了 你这个怎么样的 现在有点什么事 哎老王 你看这个怎么回事 哎呀 我们这要实行什么医药改革了 我们这要实行什么什么改革了 我就大概跟他们聊聊 反正在微信里边嘛 也就是点到为止 说个一分都不错 但是这事 一发给我 我一个直觉就是 原材料没了 明白吧 你看 全世界的联合 说是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的制裁 同时呢 药品或者很多的化工品 原材料 也在制裁名单上 那么中国所谓的国产 80%的东西 都是要依赖进口 80%的东西都必须依赖某一项 甚至很多项的进口原材料或者技术 包括华为手机 咱就拿这个玩意儿来举例吧 它就是个壳子 或者里边可能20% 算是自主研发 纯粹的国产 那就是不重要的东西嘛 前边弄个壳 后边弄个盖啊 对吧 剩下所有的配件 必须依赖进口 甚至所有的系统 那都不说了 医药行业呢 更严重 所有的要 所谓的纯粹的国产药 除了中草药之外 剩下的 基本上全部需要某一些 或者某一项 甚至全部的原材料的进口 一旦把这个口子堵死了 那你就是产不出来了 现在可能 从58涨到218的原因 就是现在的这个硫酸阿多品注射液 就是进口的了 只是进口的了 没有了 产不出来了 对吧 当然不一定是真的 我希望它不是真的 不然的话 哎呀 真就只能喝中药汤子了 对吧 以前养老双鬼治 医疗双鬼治 那个时候 适当的还有一点点的公平 老百姓还能用点人吃的药 以后呢 所有的西药 所谓的西药 基本上倒是纯粹的特供 老百姓只配吃中重药 中重药 对吧 吃吧 那玩意儿 延年益寿啊 对吧 在西药所谓的西方医学 现代医学进入中国这块热土之前 也就是清末之前 慈禧之前 中国人的新生儿死亡率和产妇的死亡率 跟野生的黑猩猩没啥区别 中国人的寿命四十来岁 对吧 继续吃啊 新时代 对吧 活四十多岁 还是少点 活个五十多岁 六十 只要是在活到退休年龄之前就死 嘎嘭一下 对吧 立国立民 聊得兴我 这两天我看好多人都在说 真子丹 夜问投诚 是吧 真子丹 跟一条老狗一样 这个没啥奇怪的 就是什么成龙啊 吴京啊 真子丹啊 就这一类火色 这类玩意儿 基本上都是一路的奴才 骨头里边或者血液里边流淌的 就是那个基因 没有那个基因 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明白吧 特别是在内卷极其严重的最近这十年里 以前可能还能像个人一样活着 拍点什么电影啊 还能表达一点 说是理念 传播一些价值观 现在呢 就只能匍匐在强权或者权力的脚下 当奴才 当年的伊藤博文 不是说过一句名言吗 说是 是谁问他 在风问他 还是谁问他 说是我们天朝上帮 是吧 有这么多人 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为什么没有人才 出不了大师呢 伊藤博文就说了一句 无论天才 地才 一欲专制 巨为奴才 对吧 你人再多 在某些体制的管束之下 你只能当奴才 明白吧 没路可走 所以 这帮奴才 之前只不过是 没有做的这么恶心 包括高晓松 也是一样 早年间还被很多人误会 这个人嘛 还是有思想的 那么 为什么突然之间 大家就发现 舔菊花了 而且舔的那么明显 那么恶心 明白吗 就是 在某个时代的转折过程之中 就逼着他 不得不 显露 那个原形 逼着他 不得不 把那层伪装 摘下去 对吧 以前还人五人六 装人 一个装人的奴才 披着人皮的奴才 到了某些时候 你就必须 思绪全部的伪装 做一个 堂而皇之的奴才 义正言辞的奴才 我是奴才 我骄傲 我给你舔菊花 我开心 对吧 必须这样 你像他们电影行业 我从老蛮这 找到一组数据 挺好玩的 2019年 中国生产的电视剧 是254部 电影850部 2020年 中国的电视剧 202部 电影531部 2021年 国产电视剧 194部 国产电影 565部 比上一年还多了几部 那么2022年 急转之下 一泄千里 电视剧 160部 电影 只有380部 380部 基本上是 2019年的 三分之一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拍一个什么 我和我的祖国 厉害了我的国 大国重器 对吧 你拍什么呀 想要在这个行业里 还能够分得一杯羹 就必须贵的 板板正正的 嗯 所以 真子丹 也算是 如愿以偿吧 人家贵些 能够当代表 有些人贵些 能够金正邪 有些人贵些 就是那个边外野生的奴才 连口热活的皇帝史都吃不着 当然最后还要给大家汇报一个喜报啊 据中国生物官微报道 2023年3月7日 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赋诺健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疫苗 一期临床试验 正式启动 哎呀 一期临床啊 一期临床啊 正式启动了 感动的我呀 老泪纵横的呀 哎呀 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 一般的一期也就是20天一个月就完成 二期呢 一个多月也完成 三期 三到五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数一算 在九月份左右 那半年之后 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用上 经过三期临床试验的 过产疫苗了 哎呀 九月份 是不是要再打一会儿了 虽然 抗疫已经胜利了 已经战胜病毒了 已经宣布 没有病毒了 但是 这么牛逼的新型冠状病毒 研发出来了 这也不能浪费呀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你们就偷着乐吧 老乡们 不要爬 不要抛 再忍一忍 好日子啊 就要来了 啊 好日子啊 好日子啊